大家好,我是談談微光眼鏡的長公 今天來聊一個這個話題其實很嚴重 可是比較枯燥一點 這個關於就是兒童的近視管理的一個問題 那其實就在昨天 長公去參加了菜絲最新一季競片的一個發表會 新品的發表會 這次的發表會 德國菜絲最主要是針對於兒童的近視管理問題 為什麼用管理 以前我們很常聽到什麼 兒童度數控制近視 簡稱兒控近視 就是說讓你的度數比較不會增加 幹嘛幹嘛這些 或者是說菜絲以前有一個成長樂的一個近視 長公也都有特別介紹過 都是針對於我們的學齡兒童 就是大概在 通常是國中畢業以前 但是如果說你真的是實際上理論去探討 應該是要到高中畢業以前 就18歲以前 因為畢竟我們的眼球到18歲之後就是定型的 所以在18歲之前呢 眼球都還處在於一個成長期 發育期 所以在這段時間你的近視度數是很容易增長 那亞洲 大概20歲以下的 90%的年輕人都有近視 那台灣又是全世界 不要說亞洲 全世界近視最高的 密度最高 比例最高 也是度數最高 什麼都是最高 所以我相信 有很多 家裡面有學齡兒童的家長 對於小孩子的近視其實非常苦惱 那 現在小孩子說要不近視嗎? 實在很困難 第一個 我們的客業壓力 再來呢 3C的一個進步 那一天在發表會上 也有一個眼科醫師在聊天 他就講 其實雷射手術之後 他們的 他們眼科的生態是有在改變的 那 可是呢 他們又很感謝賈伯斯 因為發明了智慧選手機 讓他們的生態又回來了 近視人口真的是暴增喔 所以 在現在這個3C產物這麼發達的一個環境之下 你說現在小孩子 你要讓他真的沒有近視 真的 非常非常的困難 一定要有 要非常非常注意很多環節 那當然 像 常供自己的小朋友 一個6歲 一個5歲 我也希望他們不要近視 那 也還在努力中 那 今天我們要聊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 當我們 家裡面的小孩子 不幸 真的已經近視了 那怎麼辦呢? 只能去面對啊 那 很多家長會有一個 心理就是 他已經近視了 還有沒有挽回的餘地 如果說真的近視了之後呢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挽回的餘地了 那基本上就是去面對他 然後呢 我們要做什麼? 就是讓他的近視不要再繼續加深 那基本上 現在 五百度 六百度以上 我們稱為高度近視 那在歐美 其實近視六百度以上 他們認為是可以領殘障手冊的 真的 這個是真實的 對 在歐洲 有些國家 他們覺得近視六百度以上 是很嚴重很嚴重的事情 在台灣 隨便 隨便一個路人 近視超過六百度 對啊 所以 我們應該要面對的是 當你的小孩子如果真的近視了之後 你應該要很正向的去面對他 然後去幫助他 讓他的度數不要一直增加 而不是一味的只是生氣 失望 幹嘛幹嘛幹嘛 這些 沒有用啦 真的沒有用 所以 今天蔡司 我們要講的這個是 有關於蔡司這個近視管理的鏡片 他的第一部曲是概論的部分 那蔡司他推出了兩個系列 全新一代 一個叫成長樂 他跟地下的成長樂 在設計上有一些不一樣 所以他稱為成長樂Pro 就是 比較好的成長樂的鏡片 那原本的成長樂鏡片還在 還有 然後第二個是一個成長樂 這是兩個不同名稱的一個鏡片 但是他的設計裡面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會在第一部曲 第二部曲先介紹成長樂Pro 跟第三部曲 我們會來做成長樂這個鏡片的一個介紹 那這兩個鏡片會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會再做一個分析 那今天只是要跟大家 讓家裡有學齡兒童的家長 如果看到這個影片 你們可以對近視管理會有一個正確的一個觀念 不要再停留以前那些觀念 第一個什麼錯誤觀念 第一個最多的 度數不要佩太足 佩太足會頭暈 度數會加深 這是錯誤的觀念 度數矯正不足 會造成什麼呢 第一個 因為其實研究下來 它對於你的近視 完全沒有任何的幫助 那 只有壞處沒有好處 那很多 常常會有什麼 其實有的時候常常說 因為小孩子第一次戴眼鏡的時候 有時候度數矯正足的時候 它有可能會產生眼睛有壓力 頭暈 那個是正常的一個現象 那當然在這個情況之下 它戴得不舒服 它戴不住 我們當然會做一些適度的調整 而不是很一味的 度數就是不要佩足 譬如說明明量出來是兩眼都兩百度 幫他佩一百五就好 很多家長我們真的遇過很多 那這個都是錯誤的觀念 再來呢 眼鏡不要一直戴 戴了眼鏡度數就會一直往上升 這個也都是錯誤的觀念 那基本上戴了近視了之後 戴眼鏡是一個最安全 最沒有任何副作用的一個矯正方式 最可以去幫助小孩子的一個方式 只不過在鏡片上 我們怎麼樣讓它會有更好的一個輔助的效果 當然常說最常講的 怎麼樣讓怎麼樣讓近視度數不增加 用眼習慣嘛 用眼習慣好 度數絕對不會增加 那你用眼習慣不好 你在戴什麼鏡片都一樣 但是 那這個時候就有家長會問說 既然用眼習慣好就好了 那我幹嘛配這個鏡片 可是 你要知道你面對的對象是小朋友啊 對 用眼習慣我們都會一而再 再而三 耳提面面再三叮嚀 一直講 但是 說真的你讓他手機一拿到手 哇靠 兩個小時他還在玩啊 那 基本上 我們要做到什麼呢 就是說 培養他良好的用眼習慣 再加上呢 我們用一些特殊設計的鏡片加以輔助 讓他可以怎麼樣 對於近視的管理 讓他度數不要加深這方面 有更進一步的一個幫忙 所以 這個東西就會像什麼 我那天就在參加完發表後 我就在想其實這個 成長樂或者成長樂 這個鏡片就會很像我們 如果有在開車的朋友 這個很像我們ABS 我們都知道 遇到突發狀況 我們車子開始打滑的時候 還是怎麼樣 我們煞車不能踩死 可是呢 當你遇到緊急狀況 除非你是經過訓練的賽車手 不然你煞車端馬一定是踩死了 那輪胎就開始打滑了 這個時候ABS就要來輔助我們 你們了解這個意思嗎 所以當有的時候小孩子 可能他在看書 或者用手機 他可能一下子 可能時間真的 他忘記了 時間真的用眼 近距離用眼 時間過久了 那這樣子的鏡片 可以稍微輔助他 會比你帶單焦點的鏡片好 這才是他的重點 當然前提 還是要培養良好的用眼習慣 這是一個 我今天在這個度數控制的一個系列產品的一個概論 最想表達的一個東西 還有一點就是 我會很想讓各位家長知道 了解的就是說 今天如果說您的小孩子是第一次進市了 那第一次進市的人 你要不要急著讓他用這樣子的產品 我的建議是不要 這個時候看 那個 現在看官又糊塗了 阿長公你到底在講什麼 現在剛剛講這個鏡片怎麼樣怎麼樣 現在又講說第一次配眼鏡 先不用這個鏡片 你在講幹話 不是 聽我威威道 相信有來 有很多家長帶小朋友來我店裡面配眼鏡的時候 如果是第一次帶的 我都會跟家長講 你鏡片就兩個選擇 一個他如果有在點扇筒 你幫他用變色的 如果沒有在點扇筒 你幫他用一般的鏡片 我跟你講 我們台灣台製鏡片就好 百分之百抗紫外線就好 便宜就好 為什麼呢 第一次配戴眼鏡的小朋友 他對眼鏡的實用其實不熟悉 那眼鏡的損耗其實非常非常的快 那個鏡片很多真的有的小朋友大概 一個月吧 鏡片就已經 明明媽媽回來了 所以 像這樣子 這麼好的鏡片 你應該是怎麼樣呢 在他剛開始可能 前第一副 第二副眼鏡 我們先用一般的鏡片 先讓他培養出一個正確使用眼鏡的方式 譬如說 怎麼樣擦眼鏡 怎麼樣戴眼鏡 等到他在使用眼鏡上是熟練的了 是熟悉的了 那我們再來 就可以幫他換這樣子的鏡片 當然 當然如果說 家裡面 我家裡就是金三銀三 錢多的是怎麼樣 這個不是重點 那一副鏡片幾千塊 小case 我就是要給我小孩子用最好的 當然沒問題 當然 那個就另當別論 我指的是說 我們以一個經濟效益上 怎麼樣配合是最好的 就如同我最常講的 眼鏡是給人用的 適合你的是最好的 那你第一次可能剛開始對眼鏡的使用不熟悉 那當然我們先用一般的鏡片 讓你先學會了怎麼樣去正確的使用眼鏡 我們再來用好的鏡片 那如果說 你覺得說 我小孩子不可以用一般的啦 我小孩子是要最好的 那個弄換了再買新的就好 那當然那無所謂 對 所以這個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也就是今天這個第一部曲概論的部分 那等一下第二部曲 我們就開始介紹 比較詳細的介紹這個鏡片的一個特性 謝謝各位